姜亦然和姜晴然 这一对双胞胎姐妹 正在讨论功课 谢谢大家 平行四边行 然后她说对称先对称 她没有先对称 这样走瓜怎么可能是先对称 除了科业讨论之外 姐妹俩也都喜欢做些美术方面的活动 她在家她就喜欢画一些美工啊 美刀啊 然后涂涂鸭啊 贴纸啊 她一做可以做好几个小时在做壁包 有时候甚至一个那个 那个闪关板她做了两三天 她都两个在那边拼命棉 因为希望孩子赢在旗袍店 因此姜妈妈也让毅然和慈然 从小开始补习 不过成绩并不如预期 刚开始啊 我偷偷让他们去 安清班上课啊 补习啊 我也是希望她说 学业更好啊 能用功读书啊 可是到后来就是觉得说 小朋友 对读书这方面 好像也不是说很专注啊 国一的时候 毅然和慈然 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是什么 透过多元化的产业出探 以及社团活动 让孩子们有了新的学习历程 因为我们宜兰是一个观光大县 那罗东又是我们观光课啊 毕竟一定要朝圣的地方 那我们学校啊 步行到罗东夜市只要五分钟 然后呢 我们邻近还有罗东运动员啊 文化工厂 还有林场文化区 非常多的观光资源 所以我们有很多社团 比如说像戏剧社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有蛮多 类似像说音乐创作型的 音乐表演类的 那我们也会尽量让他们去 社区的一些 譬如说观光工厂 然后还有民宿 拿去做一些参访 我们有时候也会请家长来 班上给我们做一个经验的分享 因为我们很希望说 孩子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他的亮点 他所提出的演化论 证明生物会因为环境 生活习惯而演化 我们把学生的社团 开在第八节课 那终点位都由学校来指引 那我们开了一些的创意课程 艺文美感课程 还有电脑软体运用课程 那供学生来学习 那我想这个是在学术倾向之外 我们让孩子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来参与这样的社团 社团活动可以激发孩子的创意 而探索活动则是让孩子提早接触各行各业的面貌 就是波西米亚风格 然后用了很多种不同的编法编制而成的 因为学校有这个活动 有记忆学产这个活动 因为我本身有兴趣 所以我就来参加记忆学产这个课程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就是编法的技巧 因为从不会到会 当学起来也蛮有成就感 四季福岛其实我们应该是说 让学生多了解 因为其实你不了解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做误判 其实就我们国中部部分 其实我们的任务 其实就是让学生多试探 多了解相关的 像机制教育也好 公共教育也好 其实公共教育我每次都 普通教育我每次有介绍 就是让学生多言 多认识 我们先会先跟宁俊的高中子武专 先合作先调查 开设学生的職群的意愿 另外我们对学生跟对家长 我们会做先办那个说明会 有热的话不这样 透过多元化的接触和学习 也让艺然和慈然 在美术创作兴趣之外 各自找到了自己最爱的志向 就因为有参加记忆学程 然后就看着那些就是 做起来是那个自己比较有兴趣的 然后就想说以后就去读那一课 就美容课啊 你以前都知道自己喜欢做餐饮的吗 不知道 就是参加记忆班啊 然后有做到 然后就想说还不错啊 国中的那个生涯跟技术 其实都是在试探 其实不是说一定是让他去工作 其实就是让他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科系 对这个职系多一点了解这样 这是我们办这个生涯的教育 其实发展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跟着阶段性实行辅导规划 孩子一步一步摸索试探 而学习展现的经验成果 消除了家长的忧虑 也感动了家长 我觉得很开心耶 我不知道我小朋友这么棒耶 他会做这么多东西耶 因为在这家里我就学习不到的耶 其实在教学生涯这几年当中 很多孩子他对记忆方面是很有兴趣的 可是最大的主力 往往是来自于家长的认同 所以他们会在里面拔河 会拔得非常的辛苦 那我觉得 我觉得依然是很幸福的 他现在有只要知道自己的可能的走向是什么 然后学校这方面有给某些的协助 让他去探索 然后把妈妈也很支持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个幸福的孩子 除了多元的试探活动 在世信辅导推动上 宜兰县政府教育处也有全面性的规划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及早地去掌握到整个未来生学的 这样一个进入的相关资讯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就建置了一个 国中毕业生多元资讯的一个进入资讯网 那我们把宜兰县的高中高职武专 所有的群科 他们的社科目标 课程结构师资设备 未来的发展 以及包括说他的证照取得 跟未来的在下一个阶段 大学的一个生学的进入 以及杰出校友的表现 都建立了非常完整的网站 那我们的国中的学生 甚至国小的学生以及家长 随时都可以从这个网站里头去得到相关的资讯 我们也在两年前把教育部很辛苦发展的这一本 学生生涯探索的这本手册 把它电子化了 我们不只电子化它 我们也把跟在学校里面 效务系统里面学生的相关成绩表现服务表现等等的 这整个资讯系统做了一个完整的整合 所以国中生他在后面在选择的时候 在评估自己的相关的性向学业成绩的时候 他不需要再花心思了 因为他只要输入他个人账号就可以得到完整的 甚至在选择志愿的时候都可以给他最好的一个帮助 而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完整的协助 教育处也着手计划 未来将让老师们亲自体验技职教育 因为我们发现国中的导师 他都是那种高中体系上来的 所以他对职科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想法 我们将五月份要推动的是 让国二 以先以国二导师为主 我们推动国二导师到职科去体验 让老师亲身去体验一下 职科的内容课程是什么这样子 那希望能够加深老师在对职科的认识 然后进而协助他的学生 像我自己就是宜兰的小孩 那我觉得我对很多的职业走向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甚至将来升学的科系 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老师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都跟孩子知道 目前的就业市场 或目前的高中值的走向 学校不仅是提供教育学习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如何协助孩子们 找到合适的学习发展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在学校参加了一些课程跟社团 因为参加了这些课程 然后让我有更多机会 可以去做选择 然后可以找到未来的方向 我很感谢爸爸妈妈 就很尊重我的学习兴趣 然后不会逼我去念我不喜欢的课目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对他是另一个层面的启发 提升他的判别能力 性向能力 就业能力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很开心 给孩子学习自主权 尊重孩子的学习意愿 让每个孩子在学习历程中 都能够找到未来的成就 未来可能对成功这两个字 要重新去定义 它是让孩子能够自我突破 而不是只考一百分 那失败不是说挤不进前几年 而是真的能够发挥他的潜力 找到他的亮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